另外呢为了环保也为了省油钱 现在骑自行车几乎成了全民运动 不过其实单车族呢在大马路上 常常必须要跟汽机车抢到非常的危险 因此有企业呢就跟单车团体 提倡国际惯用的自行车安全手势 希望可以借此提升单车族的行车安全 近年来骑自行车几乎成为全民运动 既环保又有益健康 也是不少通勤族的代步工具 不过看看马路上 单车族跟汽机车抢到 险下缓升 尤其是当自行车要转弯时 少了方向灯提醒后方车辆 行车方向更是危险 比如说自行车要左转 可是汽车要右转或者汽车要直走 那就很容易去 或者是说我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我可能我前面要左转 我可能往左边靠的时候 就被汽车撞到了 有鉴于此就有自行车团体和企业 大力推动自行车安全教育 要提倡国际惯用的自行车安全手势 推广有理又安全的共享路权文化 左转的时候就是左手平举 在右转的部分 它有两种动作是可以的 一个就是右手平举 一个就是左手往下 跟杜邦能够一起合作 我们把这个骑自行车的 这个手势运动把它推广出去 少了方向灯的自行车 透过手势辅助避免意外 不再只是消极闪躲汽机车 从积极面捍卫路权 提醒大众对安全骑乘议题的注重 才能真正达到环保健康又安全 UTV杨子监理中线台北报导